8月31號美軍就要完全撤離阿富汗 阿富汗戰爭是美國歷史上 打了最久的一場國際的戰爭 20年從2001年打到2021年 投入的這個資金已經超過兩兆多美金 達到56兆7000多萬元新台幣以上 而且這個錢你再不測還會陸續增加 剛剛教授說因為阿富汗 在那邊作戰的美軍的官兵 大概商場的 然後還要負擔的更多 以後國家這個負責他的這些後續經費 犧牲死亡的將士已經達到2300多名 所以你想想看 美軍在這個地方又沒有討不到便宜 阿富汗也沒有把當初911事件 攻擊那個紐約雙子星大樓 雖然拜登在上禮拜的談話當中 不斷的提到說 美軍在那邊的階段性能武已經完成了 而且已經剿滅了這個塔利班的首腦 這個賓達登 大家都知道 這個就像是心火相傳一樣 一個塔利班的首腦賓達登死 而且當時還是蓋達組織 有人翻譯叫基地組織 那後續更多的賓達登出現啊 所以美國根本沒辦法 而且當時的神學士政權 就是一般現在這樣 一般也有翻譯叫塔利班民兵 他們已經把當時的這個控制的區域 從當時才幾個而已 個位數現在已經控制到250個 阿富汗總共有398個 他的一個行政區域 被控制了250個超過85% 越來越多 所以剛剛美國情報單位講的 只要美軍一完全撤離 阿富汗整個政府 因為阿富汗現在看美軍要撤離了 最近這一個禮拜 已經開始要跟神學士 也就是塔利班的這個政權的領導班子 跟他們進行談判 這個很多的歷史 不管是國攻內戰 越南戰爭 很多的這個國際戰略歷史斑斑可考 你剛剛說美軍有美國人有多渣 那我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拜登他以前在當美國副總統 有一個美國駐阿富汗的美國大使 叫豪爾布魯克 後來美國的一個知名記者的這個傳記作家 他也是記者出身 後來就是投入當作家 叫喬治派克 寫了一本書叫All Man 後來在華府蠻暢銷的 那All Man其實是寫豪爾布魯克 當時美國駐阿富汗大使 這個他的一個傳記 裡面提到了一段內幕 就是當時拜登是副總統的時候 豪爾布魯克在跟他討論 私下討論到阿富汗的政情 認為說我們應該美國人想辦法 幫助阿富汗人民 尤其是他提到阿富汗那邊的 女權問題的時候 這個時候拜登當時是副總統 他很不以為難的 就打斷豪爾布魯克說 我們美國人派我們自己的孩子 到那邊去打仗 並不是幫助他們的女權問題 這不是我們的目標 然後這個時候 豪爾布魯克他其實跟希拉蕾 當時的美國國務卿還蠻麻糬的 他就跟他講說 國務卿希拉蕾跟他是 抱持同樣的主張是什麼什麼 準備blah blah跟他講的時候 你想到他結果又打斷他 這個拜登主動講說 我們必須撤出阿富汗 就跟當年美軍撤出越南一樣 豪爾布魯克聽了大吃一驚 他竟然私底下把美軍撤離阿富汗 那時候總統是歐巴馬 他把他比喻為撤離阿富汗 像撤離越南一樣 那時候豪爾布魯克他就很吃驚說 美國人必須在道義上 對於信任我們阿富汗人民 要富有他的一個信義啊 講信義才對阿 這個時候你知道拜登的反應是什麼嗎 他開始嗆那個豪爾布魯克 用F開頭發 當然要逼 我不能用拜登那個不雅的字眼 反正就是髒話就對了 發然後就說 然後講什麼 他說我們不用操這個心 當年美國離開越南的時候 尼克森政府也跟我們做的一樣 你看尼克森跟基辛吉也沒事啊 他講的是什麼 我要跟大家稍微這個上一下簡短的歷史 尼克森政府當年在 那個讓美軍離開越南的時候 當時南越的總統阮文哨是百般不怨 尼克森政府逼迫阮文哨 你必須去簽字 跟這個北越的越共簽 巴黎和平協約 因為阮文哨說簽了我們就垮了 整個南越就會被北越給擊垮 那尼克森就說 你不簽沒關係 然後他就叫你利辛吉 炒你了一份信 然後寫信給那個阮文哨 跟他講說美國的國位打算完全拋棄南越 你不簽也沒關係 反正我們就是會離開 看你怎麼辦 結果軟文哨被逼迫 這樣一個形勢比人強的情況 他只好簽了 簽了之後你看歷史是怎樣 現在還有南越嗎 現在叫越南 直接是越共統治 北越就長驅直路了嘛 所以 後來尼克森跟季辛吉做了這個事情之後 當尼克森因為水門案事件下台 這個福特總統上任 繼位之後呢 然後他想要跟季辛吉 聯合說服民主黨掌控大多數的國會 想辦法對南越是不是不要這樣 可是沒有辦法改變美國國會的想法 所以越南後來就在 冰敗如山島 你就看到美軍的那個軍機 直接撤離那個越南 然後離開那個西貢的屋頂 多少電影拍出那越戰 淒慘的美軍落荒河島的場景 結果當這次呢 上個禮拜四 八號的時候 臺灣時間九號 拜登在白宮該記者會 然後有記者 美國的記者就直接問拜公 在白宮問拜登說 你現在撤離阿富汗 會不會聯想到這個 當時美軍撤離西貢戰場 就像克布爾 阿富汗的首都克布爾 會上演同樣的這個場景 拜登就氣急敗壞 有點不耐煩的說 神學士不是越貢 我們不會再讓所有全球的人 和美國人看到那個 美國軍機倉皇離開 那個直升機倉皇離開 屋頂的這種場景 他只記得這羞辱的一面 所以其實拜登我剛剛跟大家講這一段 豪爾布魯克傳記 Ourman裡面這本書裡面提到 他跟拜登那一段 彰化開頭的對話內幕 就可以知道 其實拜登他最近最討厭 最堵欄聽到的就是 越南西貢 越南西貢這兩個字 而美國其實一樣 在做一樣的事情 當年的越南是這樣 現在的阿富汗也是這樣 阿富汗真的是帝國的墳場 當年前蘇聯敗在阿富汗 美國花了二十年 投入了兩兆多美元 也是敗在阿富汗 再現在垮下去 美國沒有那麼多的這個時間 跟人和金錢在那邊投入 那結果我剛講到一個key man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季辛吉 對 季辛吉當時是尼克森 派他去逼迫軟硬堅施 威迫施壓給那個南越的總統 軟文哨 季辛吉後來呢 一九七一年 開啟了中國跟美國交流的一個大門 當然因為東京那時候 奧運有一場這個 這個一個體育的這個外交 被毛澤東注意到那個狀況 好 季辛吉在前一陣子 二零二一年七月九號 滿五十週年 美洲秘密交流滿五十週年的時候 他跟中國視訊連線 這邊在旺報的這個 頭版的標題他有提到 美中災戰爭是一場災難 季辛吉喔 當時參與越戰主要斡旋的一個角色喔 到現在他已經高齡九十八歲 上個禮拜他透過視訊 然後參與了這個見證 美中秘密交流五十週年的這段歷史 越戰的歷史 季辛吉逃不掉被譴責 以後蓋棺論定的一個狀況 然後他評論美國中國交往的這個狀況 他說美中戰爭是災難 所以你現在再看看很多人把寄希望於美國 美國會保護台灣如何如何 我相信美國會會想 但是什麼叫做心有餘而力不足 賴教授已經在很多次的節目 跟大家講過很多遍 而現在如果你在寄望於不講信義的美國人 連美國總統拜登自己都可以當 跟當時的美國駐阿富汗大使 豪爾布魯克說 我們不需要這麼做 因為就像越南這樣子 我們也沒事 而阿富汗當時的美國大使 豪爾布魯克都承認 美國不可以這麼不講信義 這樣對不起阿富汗人民 那你接下來看 美國就是這樣一再重複 山姆大叔他們這個老招嘛 前驢伎倆 所以寄望於他們 你會不會覺得海地 不可以進就很明顯了 連在美國的後花園 請求他派兵協防 哪怕只是派一個小單位的部隊 美國都不願意 因為他絕對沒有忘記 1992年的時候 當時柯林頓只不過派一小撮的部隊 跑去索瑪利亞迪迦維修 這個跑去幫他維和 結果沒想到發生了一起事件 後來被改變成電影 叫黑鷹直升機的 這個黑鷹計畫 當時釀成了柯林頓政府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危機 這個時候拜登如果想要重蹈負責 看到這麼多前總統 前白宮的政府 都碰到了這樣的狀況 你要叫他再派兵 除非像當時歐巴馬 在2010年就11年前 當時海地發生的這個大地震 受難人大概22萬到32萬人 他派出了大概四五千名的美軍 到那邊維持這個秩序幾個月 海地當時希望美軍能夠長流 無限期的這個流下去不希望美軍離開 後來歐巴馬政府差不多在不到半年 這個維和任務執行 幫聯合國執行協助 告一段落之後就立刻撤走 你就知道說 海地美國願意幫他 這幾十年來 陸陸續續投入了上百億元美金 在幫這個海地 但是你要他把部隊投落了這個海地 然後又要犧牲他們的人 他們可千萬不願意 頂多願意派國土安全部跟FBI 還有他們所謂的國務院 去調查海地總統 他這個被預示的這樣一個狀況 但是你真的對海地 動盪的政情有什麼幫助嗎 美國只有自己的利益 不想犧牲美國人 自己子弟兵的這樣一個安全 同樣的 他對阿富汗 對越南對海地都是這樣 對台灣他會破例嗎 台灣和越南還是去年防疫 全世界防疫優等生的前三名 對 那當然越南積極的 想要去從外國 這個外購的 不管是什麼管道 拿到了這個疫苗 至少越南政府 我看到它的積極程度 雖然他們的疫情 也越來越來越去嚴重 台灣呢 現在在疫苗不足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 為什麼剛剛我們在講說 有政府會收割 像割韭菜一樣 原廠製造 原廠標先 直送台灣 然後什麼三個共識 然後又如何如何 我覺得都是在保全政府的這個面子 都在顧及他的這個政治立場 但是患得台灣有多少確診數字 超過一萬多例 然後患得台灣的這個 因為COVID-19病故的人民的性命 七百多條 他們又怎麼講 那這些人又找誰陪呢 所以現在日經中文網 講到台灣的經濟復甦力道 我覺得他說降到83位 越南降到100位 很快搞不好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現在疫苗 疫苗還在等嘛 剛剛講說 BND就算我聽到的消息 也是大概九月底十月初 因為本來要八到十週 那你現在要換標籤 我剛剛其實委員沒有講到 換那個標籤 一個還要三塊美金 多三塊美金 本來就是三十塊美金 所以剛剛委員在計算的時候 一個BNT 因為他要換一個標籤 就是三十加三 就是一個就多三十三塊美金 但是你想 你乍聽三萬美金一個了不起 一千萬計就是三千萬美金 那如果說這個是政府變異算 那還得了 你這不是把這個郭台銘跟這個台積電 董事長劉德英這些張忠謀 他們這些科技經營當成潘納嗎 你這不是莫名其妙嗎 這讓政府覺得好 就算好了大家都可以接受 因為現在人命關天嘛 這是人家買的疫苗 關你政府屁事啊 你要的就是給人家緊急授權書 給人家EUA 明明六月一號到七月十一號 卡了一個多月 這不是你民進黨政府卡 是誰在卡啊 沒有 羅秉承說沒有卡 他說這個說法很卡通 這很卡通 那我覺得你很漫畫 羅秉承 莫名其妙 他講的這些話 沒有卡效率不就很差 他現在在 他現在在弄一堆那個 網路的這個大梗圖啊 我覺得很好笑 這些不管是那個QA啦 都是在做 你看有空做這些QA 有沒有看到 有空做QA 你慢慢做嘛 真的 這些QA大概在講什麼 就說BNT原廠疫苗專案捐贈QA 那比如說有一張 我覺得很好笑 他說明進 他說那個陳時中說啊 當時他們這個跟BNT原廠簽約 受到什麼外力干預啊 然後美國總統 這個白宮發言的莎琪 也說被一些外力切斷啊 然後德國駐台代表王子桃 也說有外力 我告訴大家 但後來民進黨 就把那個大內宣外力 說成是中國大陸 拜託民進黨也是一種外力啊 民進黨政治力不是一種外力嗎 你怎麼都不講自己 一直講中國共產黨呢 你就亂講中國共產黨 你也把民進黨放進去嘛 你不是很想跟中國共產黨比較嗎 第二個他說 政府堅持與BNT原廠談判 是為了迴避上海復興代理商 那後來就講說政府跟BNT原廠 從去年八月談到今年一月 一度確認合約 顯示上海復興未必是唯一的管道 那請問你 那現在鴻海跟這個 就是永齡基金會跟台積電 還有接下來專案慈濟專案 他們三個跟 簽了不是上海復興嗎 是鬼嗎 今天我聽到民進黨立委講得很好笑 他說因為上海復興 他就授權給他們在香港控股的一個子公司 名稱也很像 但是就是另外一個公司 只是由上海復興百分之百控股的 是個香港公司 那既然你們的邏輯是這樣 上海復興也好 或是上海復興在香港投資了百分之百的子公司 難道不是上海復興嗎 奇怪了 上海復興在上海就叫上海復興 到了香港就不叫上海復興啊 之前不算是民進黨哪一個不分區立委啊 不是在講說 跟中國的代理商買的這個疫苗不會安全 那個造成三加十一破口 那個女生 鄭文燦的老情人 你要不要出來解釋一下 你要不要出來解釋一下 三加十一是你造成的 結果現在又說跟中國大陸的代理商 買疫苗是危險的 台灣人民不敢打這種疫苗 你現在敢講這種話 這一千萬劑 接下一千萬劑要來了 這哪一家的不分區立委 領回去好不好 民進黨不要唾面至乾丟人先養 他在他的這個大內宣裡面還提到很好笑 2021年5月27號羅秉承他怎麼講 他就說我們跟這個 這個買上海復興的這個BNT是很危險的 不安全的 那個不合法的 那現在簽約了 難道就安全就不危險了 就合法了嗎 你什麼都是你 神也是你鬼也是你 還有他裡面有一個大內宣提到 捐贈契約裡面說 台灣政府才有公權力 給BNT原廠緊急使用權EUA 然後裡面有法律免責聲明 承擔後續責任 所以我要問民進黨政府 之前你卡的老半天了 這個原廠授權書是什麼鬼協助啊 而且6月18號之前 陳時中以中央流情疫情中心指揮官的名義說 哎呀這個沒有 那個政府沒辦法給這個原廠授權書 怎麼在見了蔡英文總統之後 郭台銘這些人見了蔡總統 陳時中就轉彎了 原廠授權書就可以給了 蔡英文不講話 陳時中你就不會動啊 那蔡英文來當指揮官就好了啊 那陳時中你在那邊站著毛坑又拉屎 而且又拉又臭 造成那麼多人這個病故確診 這是搞什麼 所以我都看不下去這種政府 所以我剛才會說 現在你講什麼原廠原廠原廠直創台灣 這個叫有政府跟割韭菜一樣快 有政府會收割啊